这是这几天很火的 姬小满 二一流的出装和命丸 很多网友都说呀 这套装备 有可能是姬小满 在单挑状态下 最强的出装和命丸 我说你们吹的都挺大呀 我的我一愣一愣 我也没玩过姬小满 那就听说 这个对抗路的英雄很强 如果再加上他这一套 强的装备 那岂不是强上加强 从此对抗路 我岂不是无敌呢 抱着激动的心情啊 我就设置好了出装和命丸 开局了这局比赛 开局我是抢二级 我已经网上做好攻略 说是什么姬小满 二级之后 就可以一套打死一个人了 这边我二级了 我就开始测试 先用一技能 再用二技能 再来个一技能 再用二技能 哇靠 真能闹死啊 这不爽了吗 后面我又到了中路 我存了四个一二技能 立马给他用上 一技能拉过来 二技能踢一脚 一技能拉过来 二技能踢一脚 哇靠 两个人头呢 后面我就回到了上路 你们说我去了中路一趟 对面的中路英雄 能放光王吗 那肯定不能啊 于是他来了 但是我二一技能 早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一二连招直接弄 哎呀 爽啊 别的出装咱先不说 就是这个名文吧 我感觉 确实二级 就能够把人扣到死 这上单前期就是无敌啊 接下来再看一看装备 如果稳的话 那这套装备 那就是强中之强了 四分钟之后 我已经七级了 这时候呢 我在打穿山甲 对面的那个五角星 正在清理兵线 我也想清啊 就去了 谁知道他还打我 他这还是不服 我立马又是两个 一二技能 又把他直接给秒了 我的天 我说你这个下落五角星 你就不能长长记性吗 你明明打不过我 你还要上 你还要上 这不是奏武吗 不会玩 你就别玩对抗路好啊 正当我想骂他的时候 我扭头一看 猴子来了 乖乖 看这一技能 他就来了 探草丛的 我就等他一技能 完了之后 一二 一二 哎 哎 怎么还差一丢丢呢 开大招啊 一技能直接吸过来 一百六十一斤币 后面我又回到了上路 你们猜 这个下落五角星啊 又来清理兵剑了 当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 他还用五角星免上 根本就免不掉 无间不堆 超神了 八杠零的战绩 我就问对面的英雄 看见我 他害怕不害怕 我自己看见我 我都害怕 过了一小会儿 时间来到八分钟 上路换人的李华来了 下落五角星也在 当时我那叫一个亲眼 你一个打不过 你还叫俩 对着下落五角星 我又是一顿猛动 后面这个李华 你还想跑呢 一技能直接吸过来 我这一二技能 还没耍完呢 他就已经败倒在 我的这个凳子之下 这攻击力上涨的 很明显的 后面我又来到了中 你们猜我看见谁了 这不就是那个猪子吗 我吸过来 我还没吸呢 他就没了 我的天哪 这个攻击力 我只想说一句 当我拿出这个分段 三分十里的时候 已是这个分段的极限了 你看这个悟空 主动撞到我怀里了 我不要白不用 比赛来到中后期 当时我和凯抢红buff 没抢过 我心里面正气着 这时候李华他就来了 和我方凯撞了个正着 人头还被凯抢了 我当时那就一个脑洞啊 问的那个狙子 我就踢出了895的伤害 后面小明也来了 猴子也来了 当头就是一棍的 不过我一二技能 直接把猴子秒翻在地 小明一看这情况 立马开溜 我说 却小明挺会 审时度是 见机形势啊 后期12分钟 这一套出装和明文的威力 也渐渐的显示在我的面前 你们看 遇见白驴手鱼 过来他一个大招就跑了 但是我一技能 当当弄低 回头一看我自己残血 我并没有放弃 冲进团战当中 把李华给秒了 后面下落五角星 一脚又把他给踢飞了 二连击破 这个攻击力的比例 没有提高多少 而且这个身板啊 也非常的 只适合单挑使用 不适合团战这套装 说真的 大家凑合着用